欢迎收看寒天新闻 我是子彤 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 白宫新冠疫情影响团队 星期五宣布投入17亿美元 以帮助联邦、州和地方卫生部门 鉴别新发病毒威胁 比如目前正在驱动感染病例激增的新冠病毒变种 在该团队举行的网络视频记者会上 美国疾病控制于防御中心CDC主任 罗谢尔·瓦伦斯基说 疾控中心来自三个星期前的最新数据显示 最初在英国发现的B117变种 占了在美国流行新冠病毒的44% 瓦伦斯基预计 这个数字现在已经接近50% 瓦伦斯基还说 新变种比最初的病毒株传播力增强了50%到70% 这可能是新增病例激增的一个主要原因 瓦伦斯基说 最新数据显示 本星期的每周日均增加病例增长率再次超过8% 达到近7万起 他说就在四个星期前 日均新增病例大约为5万起 考虑到这个点 这个数字显然更为重要 瓦伦斯基说 拜登政府通过上个月签署成法的纾困法案 而新投入的这笔资金 将包住疾困中心和地区卫生部门监督追踪和击败病毒 其他发现新的病毒的威胁 他还说 这笔投入将使疾控中心可以提供设备和培训 以展开一项全国性的基因组测试的努力 帮助结束新冠病毒威胁 并防止今后的大流行病 瓦伦斯基还说 疾控中心独立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 已经建议继续暂停使用强生疫苗 暂停期至少又延续了一个星期 在此期间 该委员会审议可能出现的其他病例 并完成对该疫苗的接种评估 在本星期早些时候 美国疾控中心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联合建议暂停使用强生疫苗 在此之前 美国发现了六起接种强生疫苗后出现罕见血栓的病例 这六名患者都是女性 瓦伦斯基说这个顾问委员会将在4月23日再度开会 以做出进一步的建议 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官跪杀事件快过去一年 整个美国都在等待审判的结果 警察对平民施暴甚至导致死亡的恶劣事件却仍在发生 其中非洲裔和拉丁美裔占死者的一半以上 比弗洛伊德之死更令人绝望的是一切还在原地打转 弗洛伊德案审理19日开始进入节变阶段 这起案件将成为美国法律体系如何处理警察执勤期间致人死亡事件的重要标志 15日是证人提供证言阶段的最后一天 简便双方就弗洛伊德的死因进行了辩论 检方认为警察暴力执法是造成死亡的重要原因 辩方则表示弗洛伊德是死于毒品和健康问题 警察肖万并没有不当地使用武力 前马里兰州首席法医和法医病理专家法勒表示 弗洛伊德死前血压已经失控 他血液中的毒品残留 以及可能从警车尾部吸入的一些氧氧化碳 都可能是致死的原因 但作为检方证人的心脏科医生李奇表示 弗洛伊德并无心脏病 且其身体对毒品的容忍度极高 是肖万的贵押导致弗洛伊德死亡 种族主义阴影下的正义真的会到来吗 现实再三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纽约时报报道 自3月29日弗洛伊德案开始停审以来 不到一个月 美国至少已经有64人死于执法部门之手 其中非洲裔和拉丁美裔占一半以上 11日20岁的黑人小伙赖特驾车行驶在明尼波利斯市街道上 因为悬挂在后视镜上的空气净化器遮挡住了驾驶者的视线 被警察将车拦下 经过一份身份调查 警察发现赖特名下有一个通缉令 原因是非法持枪和不配合警察问询逃跑的前科 警察决定立即逮捕赖特 赖特挣脱警察的束缚打算逃跑 一名女警察高喊着 泰瑟并将枪口指向赖特 泰瑟是美国警方使用的非致命电击枪 但不幸的是 女警手中的并非泰瑟枪 而是警用手枪 因为警方的一个低级失误 赖特肺部中枪死亡 弗洛伊德之死的阴影还未散退 美国人敏感的神经再次被挑起 当地政府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骚乱 实施宵禁 甚至出动国民警卫队以维持秩序 但这一做法反而升级了冲突 17日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某加油站 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命令几名女子下车 并用枪威胁他们跪下 双手放在脑后 警察将加油站变成了核枪实弹的战区检查站 仅仅认为人们在宵禁时加油 国民警卫队简直就是占领军 这和美军在阿富汗的表现没有什么不同 执法人员的暴力行为遭到网民的刺责 芝加哥警方15日也公开了一个令人心痛的视频 13岁的少年拖来被警方开枪打死 开枪的警察却未被指控有罪 我们生活在一个警察行为长期不当的城市 芝加哥市长特莱福特在发表一段讲话时一度哽咽 尽管手机和摄像机的镜头记录下了警方草菅人命的行为 尽管社交媒体引燃了公众的愤怒情绪 但那些杀害平民的警察只有1.1%被控谋杀或过失杀人 明尼阿利波斯民权律师塞拉道出了一个可悲的事实 2005年以来140名因执勤枪击案被指控谋杀或误杀的警察中 只有44人被判有罪 大多数罪名较轻 这可能因为许多枪击案在法律上是正当的 也可能因为法律本身过于尊重警察 塞拉分析 这引发了美国社会对警察存在的争议 一些人认为警察是激化种族和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警察确实存在着歧视性执法 但美国的种族问题是系统性的 美国劳工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显示 每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在今年三月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六 创下了近十年来单月最大的涨幅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 整体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二点六 仅上个月汽油的价格暴涨百分之九点一 自二月以来水果和蔬菜的价格上涨了将近百分之二 肉类加禽鱼和蛋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四 四月十六日CBS报道称 在整个洛杉矶线 每加轮自助加油平均价格为三点九九美元 比一周前上涨了二点七美分 比上一个月上涨了九点五美分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一点零八美元 有的司机不得不货比三家到不同的两家加油站去加油 呈现的一名司机称这油价太荒唐了 让人开不起车 疫情期间不少消费者开始囤积各种日用品 导致日用品的价格明显上涨 涨价趋势到现在都没有消退的迹象 美国各地的消费者也感受到了物价飞涨的状况 纽约长岛的一位居民表示 过去两个月物价涨得很凶 以前花30美元能买到的食物现在需要60美元 为了节省开销 只能把钱花在绝对必要的日常用品上 洛杉矶一位华人居民表示 因为每次去超市都会买豆芽 所以特别注意了豆芽的价格 每袋豆芽之前的99美分涨到了快两元 调查显示 一磅培根在2020年1月的售价为4.72美元 今年3月涨到了5.11美元 牛肉饼从5.02美元涨到了5.26美元 甚至连面包也涨价了 从2.44美元涨到了2.66美元 一些城市的物价上涨相对较高 波士顿和费城的培根价格就比其他地区贵出1美元 在达拉斯鸡蛋鸡胸肉 新鲜碎牛肉和面包等商品的价格飙升了5%以上 经济学家表示 汽油价格和运输成本的提高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此外人们还在解决供应链效率低下的问题 这显然被归结为疫情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 白宫也在周一表示 预计通货膨胀会持续上升 不会回落 在超过百分 在超过900万人失业的情况下 物价上涨可能会加剧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的问题 对低收入的家庭影响更大 以上就是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